国民党基隆党部案例告发山海拆良公民行动团体触犯著作权法 就是为了这张宣传图 原本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的口号是反恶霸挺善良 拆良团体苦手活动文宣变成画面左边把中间文宣字样写成挺霸凉 已经侵犯到我们这边人各自表述嘛 不要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媒体的一些诉求 反对谢国王市府的民众自发性以挥斜讽刺的方式更改刊版上面的图文 绝无任何诽谤或是侵犯著作权等违法行为 护杠字卡文宣争议现在拆良行动第二阶段 连叔叔进入查队进行中 大量团体与蓝营地方继续交战 这把火也从空战烧到夜市 基隆庙口夜市的LED跑马灯被捕捉到邪友 基隆庙口饮食摊贩小组公告 反对为罢免而罢免字样 疑似在声援谢国良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市长亲上火线替庙口摊贩小组缓夹 一定会有支持跟反对不同两种的声音 希望大家都平心静气的看待 布置口头上声援谢国良原计划 22号晚上要到摊位吃消夜挺夜者 却因为台风来取消行程取消没关系 但就怕罢免爱也被取消 日前外界传闻基隆市巡委会要寄出两万份查询单 童子委提出证据 民政处已经正式来公文 来跟议会申请垫付 有一笔就是两万五千份的邮寄费 这是事实 挺拆良站到第一线 不过童子委也被拦引锁定 国民党打算罢免童子委 是否有机会参选基隆补选童子委给答案 现在我们不会有这种讨论 所以从头到尾 我们中央跟地方都没有开会讨论过相关的事情 罢免议题越吵越烈 也让基隆成为关注焦点 接下来 材晨佑 采晨佑 采访报道